Ayo 聊世紀 天氣無可心 大家好 我是Layo 接下來來看工藝杯的總冠軍賽 這旁底薩是 YO 對Sahira 兩位選手都是著名的頂尖選手 YO 是中國最強的玩家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次中國最強的玩家 對上世界冠軍Hera 會有什麼樣的火花吧 先來看一下 YO 這邊選擇的是Sahira 那Sahira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四季非常便宜 而且買賣成本比較低 那他的買賣價格是非常便宜的 所以他沒有其他的經濟加持 這一點是比較可惜的 但他的奴炮戰艦 攻擊速度也是有西面最快的 所以Sahira後期 打這個海藏也沒什麼問題 駱駝也是血量最多文明 奴隸兵也是很強 打這個騎兵單位 所以這一場有點天克立陶宛 那Sahira生人的生旅科技 基本上也是滿的 那後期要打強奴啊 或者是火炮、馬弓、大衝車 想打什麼就打什麼 基本上問題都不大的一個文明 他最大問題就是沒有經濟加成 除此之外 科技上面都是OK的 那接下來看一下 那Hira 那Hira這邊選的是立陶宛人 那立陶宛人最大的特色 是在修道院 每撿一個生物到修道院裡面 都可以增加一點的騎士傷害 或是列提士的傷害 所以他的遊俠跟列提士的傷害 可以到非常非常高 那立陶宛人除此之外 他的槍兵跟毛兵的移動速度 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在阿拉伯地圖當中 會有看到一些槍矛戰術壓制對手 然後去擴大自己的優勢 然後去減生物的一個流程 那這張地圖呢 其實不太需要去搶黃金或是封建前壓 因為這張地圖中間 一開始都是打這個海戰 所以這個槍矛前壓 應該不會在這張地圖看到 因為你前壓的話 你一定會走海路 如果你走海路 又打槍矛前壓 不打海戰 然後被對方火灶船 或是這個戰船 給反制回去 所以立陶宛在這前期的部分 在這張地圖 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優勢 槍矛的部分 那中後期的話 也要看立陶宛後期的造 這個造化了 OK 那我們先來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的 打法會是如何 那今天呢 我們也會把這個AI字幕 重新上架 聽說還是有很多觀眾 希望能看 所以如果沒有再看 AI字幕觀眾 就可以不用看 沒關係 Youtube有個功能 可以在右下角 開啟或關閉字幕 可能有些人不知道 稍微解釋一下 好 那 Y.O 這邊是一個23P 點下了 風箭時代升級 那 HERA這邊是27P 哇靠 這邊是23 24加4 這個漁船按到5隻左右 那它這個是一個直層的配置 那 很有可能它是要棄這四隻招的漁船 大概會把漁船直接放在這裡 直接布補 然後升到城堡時代 奴炮戰艦升級好之後 再按火戰船 然後再回來補魚的一個策略 這個打法其實可以有的 在有這個海塔的地圖上來說 這一招我覺得可行 因為畢竟大家以往打這個游牧阿 或是打這個游海地圖這種 這個漁船都會按到六大包燒 六到八燒 這個漁船 按到一直安一直爽 可是地人過來的時候 就是很難逃掉 但這張地圖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可以直接躲在這個死角處 而且這個海塔的箭矢量非常多 有三發箭矢 這邊真的要硬扛去燒裡面的漁船 是有點不切實際的 好 那HERA這邊順利蓋下了冰工廠 還有馬舅 來點 城堡時代 結果這一艘還被點掉 三艘漁船 瞬甘爆炸 沒了 沒了 說好的躲在這裡 馬上光束打臉 OK 沒有關係 那HERA這邊上城堡時代的一個想法 我們理解 畢竟立陶宛人 早點上城堡時代 早點蓋TC 早點去把這個黃金空下來 然後趕快去撿生物 對他來說壓力確實會小不少 畢竟這張地圖 封建時代一定是會大打出手 不想要去控制前騎的魚群 畢竟前騎有魚的話 這個經濟加成是非常好的 這個肉類獲得是非常多 那YO呢 這邊是打一個超級大爆圍 把自己家裡就圍得死死的 非常的狠 好 那中間這邊也是有出一些赤猴 那這邊出一些赤猴 待會就可以轉清騎兵 去反制HERA這邊的生物 避免讓HERA減到太多生物 除清騎兵是最好的選擇 那薩拉生人呢 這個文明也是有大肉碼的 他的科技線是非常非常完整的 那不管是生旅啊 騎兵工兵 步兵可能還好 那以綜合方面來說 他的科技線是超級完整的一個文明 他是我心目中的進攻萬花筒 OK 那薩拉生人這邊是補下了一個修道院 也是要來撿一個生物流程 不撿生物的話 真的會很吃虧 好 那右邊這裡是有 捕魚船捕到了五艘 右邊一個火戰船押至碼頭 HERA這邊是沒有打算要打海戰 直接棄海 但這張棄海的玩家 勝率都會有點低喔 除非可以早期喔 把左右兩邊的礦區喔 直接用城堡碰下來 或是直接堅守住喔 才有機會拿到優勢的 那你就要來看一下 Y.O 這邊是會怎麼打 這邊一直有這個 刺頭在那邊 打一下打一下 唉唷 這隻勝率完了 跑不掉 再講洛瑟瑟發抖 Y.O的兩隻赤猴 神攻擊殺掉了 HERA的這個 生侶 下面再繼續追 完蛋燒死 最後一刀砍不下去 火戰船傷害非常高 OK 那Y.O這邊點下了 千奇病的申請 待會砍這個生侶喔 沒有神聖思想的話 只需要兩刀 就可以擊殺一隻生侶 這邊 HERA可能要小心一點喔 那現在地圖上的聖物 總共有一個 還沒有被拿到 那現在Y.O 左邊還有這裡 各一個生物 都要撿到了 這個生物 我要撿走了 哇 那看起來 Y.O的生物 是比較多的喔 HERA這邊 是只有拿到 兩生物的優勢喔 哇 這還是砍死了一隻生侶 好 這邊決定要來 潛壓寶 好 那這個壓寶 只能壓在這個位置喔 這個位置 還不能是到城鎮中心 HERA可能會有點小虧 兩邊生侶在互相招響 找到了一隻青奇兵 趕快用青奇兵去打 HERA的老頭 老頭 直接第一線被收掉 好 生侶被射死 後面的兩個隻生侶 也要直接硬上了嗎 看起來是 OK 順利收掉 那這個位置喔 對於YO來說 並不是 那麼有壓力的 原來還射不到城鎮中心 我黃金可以去挖 好 除非你派什麼 獵提斯過來打我 那你獵提斯過來的話 我就去按生侶 我現在有四生物呢 好 這邊可以開始 看一下兩邊的細節操作了 好 生侶一出來 也是瞬間被打掉 但是獵提斯 還是被遭響的過去 那現在電話師帶來 還有一分半 那目前是 立陶宛5TC開農 那立陶宛沒開一個城鎮中心呢 也會立即獲得一百十五 所以他現在5TC開的話 雖然沒有辦法很快的速度去升到帝王時代 但他後來的經濟會非常非常好 他可能是想要彌補 失去海礦優勢的一個問題 所以在這邊大暴農 那這邊暴農 然後趕快去潛壓堡 然後沒有點帝王時代 這根堡很有可能會馬上被點掉 沒有辦法可以持續 騷擾YO這邊挖金礦堡的一個流程 那右邊的話可能要找個機會 趕快去挖 蓋一個堡出來 這邊應該是 Hera應該要趕快去控右邊 左邊這邊 他還在持續投資 所以很有可能 他想要從左邊繼續打 而不是往右邊打 那這邊生旅 這邊招翔 要招這個火戰船 六滴血也招一下 Hera這邊點下帝王時代 但這時候YO已經帝王囉 YO這邊應該是會走馬功 不然就是走強奴布弓 兩個選擇 我是覺得薩拉森的馬功也是蠻強的 但他的布弓兵呢 打建築物傷害有的都在增傷 所以有些玩家還是會比較習慣去按布弓 像我就是 我玩薩拉森 第一印象 就是他的布弓兵很強 所以按這個強奴 也會比較直覺一點 好 我是覺得薩拉森人蠻適合走馬功路線 但馬功就是 成型起來比較貴 好 布弓兵的話 造價比較便宜 好 YO這邊直接斬弓兵線 那Hera這邊是走奇兵 馬開補下 一擊挖精英挖石也補了 OK 這邊城堡沒有人要修 直接棄手 好 這邊看到左邊不行了 剛剛往右邊發展 Hera的這邊打法 是確定後 在轉移陣地的一個錯法 他可能有覺得自己 不一定會輸時代 但他這邊時代輸太多了 只能放棄 因為我剛剛 因為我是 這個什麼 上帝視角的關係 所以才可以 這麼篤定 這邊要棄手 所以大家也不用覺得說 欸 怎麼 我好像 偷看過 我真的沒有看這場 我真的沒有看 這是大部分的RP 我都是沒有看中間內容 都不知道中間在幹嘛 好 那Hera這邊是 直接轉出了大量戰 這邊戰毛打牆 就不錯 集中速度的加成 這邊射箭場投資太多了 9個射箭場 這有點 過多了 好 可以利用這些建築產 去拖延時間 待會家裡再補一根城堡 就差不多了 我們這裡要趕快 去 控下來 然後這邊列體師 想要去 BD一下 那現在有海礦優勢的YO 就可以去 用自暴船 去控制海礦優勢 甚至可以把這個自暴船 在沿岸這邊 巡弱也可以 好 那YO這邊是 看到對手 Hera是轉出了戰毛兵 自己也轉出了駱駝 而且也看到 右邊的列體儀式 在那邊魯魯小小 在那邊進攻當中 後面的城堡補下了 好 這邊城鎮中心 開始 產能出來了 好 經濟還不錯 現在以經濟來說 Hera應該是小贏 但並沒有贏太多 雖然村民術是有贏的 經濟上應該是 並沒有太好 好 來看一下這邊的交換 好 爽吃爽吃 戰毛丟爆你的奴兵 你連強奴都沒有 沒有 下方駱駝直接把列體儀式給吃光了 好 看一下經濟 現在這個經濟時間點了 好 對 只贏了一點點 最主要是 殺生這邊前期有這個 捕魚的優勢 所以兩邊雖然都沒有特殊的經濟加成 但 Hera這邊只領先的石村 其實並沒有太多 這一點是 比較 比較常見的一個狀況 好 那 YO這邊是 直接把 更多的兵往前送 但 好像沒有要繼續拆這些 建築產能 OK 戰毛兵繼續反擊回去 好 右邊再賭一根城堡 洞裝駱駝已經3級好 馬凱 3級馬凱已經升上去 戰毛兵打駱駝非常癢 血量來到了170滴血 就是一面 駱駝血量最多的文明 就是一面駱駝血量最多的文明 你只出戰毛會被駱駝吃光 你只出戰毛會被駱駝吃光 你出騎士的話會被烈駝吃得死死 會被駱駝吃得死死的 所以現在 Hera這邊要打回去的話 最好的辦法 就是直接轉 垃圾大餐 槍兵 配上戰毛 或是轉火槍也可以 不一定要打戰 這邊可能他再斬個火炮 去反制一下薩拉森的劇情球11 火炮在這裡 抱歉 剛剛沒看到 想說這時候應該是要轉 趕快先被點掉一台 下面沒有RUMP的動向 是稍微 先打燒彈而已 主戰場還是在北方 北方已經殺到Hera的領地裡了 經濟雖然開始慢慢好轉 但Hera這邊決定要來打 重裝騎士 看起來是有點難打贏 這裡再補一個 摩登七隻造所 木頭有點缺 哇 YO直接鬼轉火炮戰艦 太強了 YO 海陸全餐 摘一刀 哇這個聖鱗活了下來 好這邊火炮一出來 又要被駱駝爆打一波 駱駝一直把這個火炮給收掉 讓Hera這裡沒有辦法用火炮去防守反擊 很困難很困難 這裡要夾住非常困難 而且也沒有轉槍兵 所以現在遇到駱駝 只能用火槍來解決 火槍比戰寶兵有用多了 後面再補一個防守寶 這時候YL點下了金罐跟銀罐配重 加上伊斯蘭醫院 可以用生女範圍補血 可以用生女範圍補血 那配重這個科技呢 是可以增加巨型投石機跟投石特的傷害 巨型投石機這邊傷害來到了 20加30 200加30的傷害 非常的誇張 好 再一把應該就掉了 我記得配重只要3發 喔呦 4發 128不好意思 哈哈 那可能是有高打地的情況喔 3發就能搞定 好 那YO這邊除了火炮戰劍 配重巨頭 還轉出了大衝車 對 弩炮戰劍也出來了 沙拉聖的弩炮戰劍看起來很特別 很帆船式的 還畫一個叉叉在上面 好 那YO呢 現在的攻勢非常兇猛喔 Hera這邊轉出遊俠只能打個一波 雖然這邊可以轉遊俠出來 但是遇到沙拉聖的駱駝也確實不好處理 血量170滴血喔 而且後面還有僧侶可以招響遊俠 而且僧侶不只可以招響 還可以在後面範圍補血 是一個秤子的範圍型奶嗎 OK 延安的部分 開始被戰劍控住海域了 這邊很慘的喔 待會兵衣出來也會被這邊戰劍喔 爆打一波 這邊要反制戰劍喔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插城堡在岸邊 或是用僧侶去招響 這兩個方法是比較直觀簡單的方式喔 好 這邊用火炮砸掉對方的火炮 歪歪歪這邊火炮直接掛掉 好 後面這個城堡還在夾住當中 壓力越來越大囉 下方這邊城堡也開始對得起來 Hera也是有在顧下面的戰線 好 這邊遊俠中有升級上去 好 這裡衝個一波 火槍 看到 好 把對方給射跑了 好 遊俠一直往這邊補 但是遊俠補過來的途中喔 就已經被奴炮戰船喔 打到有點殘血了 好 這邊直接用戰毛去點後放強奴 好 火槍在後面輸出 幫點一些駱駝的傷害 後面火炮先攻擊後方的僧侶 戰毛兵點掉了非常多強奴 強奴只剩下14隻的數量 這邊火槍還在輸出 還在射這邊的駱駝 駱駝數量越來越少 這邊駱駝繞了一圈 直接原地返回 好 右邊這裡已經被騷擾到了右邊的村民 哇 這一坨強奴要走過來 趕快 拉遊俠回救 但這邊遊俠離開的話 前面的重頭 巨頭可能會被拆掉喔 這邊是HERA 為什麼不把遊俠離開這個位置的原因喔 那我就覺得火槍放這裡 稍微守不下 然後用火炮加火槍守 但是上面又有大重車 所以遊俠離開的話 沒人可以解大重車 怎麼辦 HERA這邊很忙 哇 這邊的攻勢非常強勁 駱駝加上強奴 再度射爆了 這邊的遊俠 後面的這邊 慘了 如果又被空下來 要GG了嗎 看起來沒有 還不能投 還不能投 喔 哇 還有啊 這邊投了 打出了GG 這個強奴暫時解不掉 雖然遊俠過來還是可以硬解 但這邊解完的話 後面經濟儀可能也不是到非常好 而且岸邊已經被戰艦們控制住了 這金銳火炮戰場 所以這裡待會的殘能都會被控制住 那待會如果要再繼續補殘能的話 只能補在越後方 就是且打且退 要反擊回去應該也是有辦法 但也有可能是 Hera不想要被這場影響到後續的賽事心情 所以先提前打出了GG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薩拉斯人拿到了8萬資源勝利 大家贏了大概3萬 快4萬的資源而已 所以這個經濟優勢 並不是有這麼有優勢的感覺 兩邊是差不多窮的 那軍事方面是薩拉斯人拿到1.39的KD 那薩拉斯人這邊的後期優勢是非常巨大的 不管是要打什麼都可以 駱駝 戰艦 還有這個金銳火炮戰船 打海圖真的是挺優勢的 那這邊的城堡也是被戰炮 這個火炮戰船給壓制住的關係 所以沒有辦法再繼續往前出兵 甚至想要去有個安全的巨型投司機的前線哨戰 是沒有辦法成立起來的 所以Hera只能打出GG 那YO這場比賽的打法 我覺得算是很穩定 這邊直接轉強弩我覺得也是蠻關鍵的 可能會有觀眾會覺得說 通常薩拉斯人這種駱駝很強的 你應該先出駱駝 那他這邊先轉弓兵 有助於他後面轉駱駝可以快速成型 因為駱駝成型速度可以很快 他就算不先升駱駝 也有145滴血的血量 所以他前駕駝的問題並不是太大 先轉出強弩反而會給對方非常大的壓力 好啦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